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庶民保安看守 独立冷藏房旁边更是有园林大树 位置极好 自然价格也是不菲 这也是目前世事名审中礼仪 讲究最复杂 时间跨度最长的葬礼之一 不过和洪生入葬时的场面举办得比较低调 没有像葬礼时一样全员到齐 只有工作人员和四房太太所生的孩子们到场 由于原配李婉华生下的长子应年早逝 所以如今独王家族中的大哥是二太太生下的何游龙 这一次在下葬仪式中 就是她走在最前 手捧父亲的照片 领头送别父亲 而四太良安吉的两个儿子和三太的儿子 则一直跟在大哥身后 何游龙一直比较低调 也没有表现出姐姐和超穷 强大的商业能力 在众多孩子中 存在感并不是特别强 三儿子何游起 这一次也是离婚后的首次露面 独王去世之后 他顺势放飞自我 被曝光出轨 并且迅速离婚 也是大胆做自己 剩下的两位何游君和何游亨 则是四太良安吉的儿子 何游君一直是新闻媒体的常客 尤其是娶了模特西梦瑶以后 更是头顶光环 三天两头登上新闻热搜 响火的心情也是很急切 在何鸿燊去世之后 其掌控的千亿财富分配问题 成为了世人瞩目的焦点之一 早在多年前 他的四方太太和16名子女 就曾发生千亿财产纠纷 虽然彼时看似已经和平解决 但在何鸿燊去世之后 这一问题再度浮出水面 在长达98年的人生岁月中 何鸿燊一手创立了庞大的商业版图 在2013年就有报道称 他控制的资产高达5000亿港元 个人身家有700亿港元 层数为福布斯富豪榜 目前何鸿燊家族旗下 主要的上市公司就有6家 这些公司当前总是值约1245亿港元 商业版图涉及地产 运输 酒店 投资 旅游等诸多产业 集合金资产之一 是主营博彩业的澳博控股 该公司在香港上市 当前总是值约500亿港元 何鸿燊的一生 除了巨额财富 其庞大的家庭成员也颇受关注 在其生前 共有四房太太 江湖上最通常的版本 赌亡四房太太共计有17个子女 其中第四位太太有5个孩子 不过四房长女何超盈曾经成经 传言夭折的何尤家其实并不存在 四太只生了4个孩子 而从目前的家产分配来看 何鸿燊原配夫人李婉华一脉 似乎是最为凄凉 拥有土不血统的李婉华 曾有澳门第一美人之称 其父亲是当年澳门的律师 也是当地唯一的公正神 当时年仅20岁 尚在连昌公司打工的何鸿燊 通过与李婉华交往 学会了讲葡萄牙语 之后李婉华协助何鸿燊开创在澳门的事业 两人婚后诞下了一子三女 其子何鸿燊是何鸿燊的嫡长子 因为较强的商业能力 曾被父亲当作接班人培养 他与何鸿燊最敬重的祖书何启东爵士同名的英文名字Robert 也可见何鸿燊对他的偏爱 然而在1981年 33岁的何鸿燊 与太太在葡萄牙因车祸丧生 留下两女 遭遇离婚 弟弟离世打击的何超英 曾带着女儿游走20多个国家多年 随后被传出精神出现问题 媒体镜头中的她多以轮椅为伴 直到2014年 因为脑血管病去世 相对于大房中其他子女 何超贤相对比较幸运 她曾在美国生活多年 以自己的雕塑品营生 目前在香港拥有自己的画廊 而何鸿燊似乎早已为她以后的生活做好了铺垫 2011年3月 何鸿燊入院检查身体 出院前夕 她把市值高达16亿港元 自己长居的潜水湾一号大宅夜泉 在没有收取分豪现金下 转到了涨房女儿何超贤的名下 而作为李婉华最小的女儿 何超雄虽掌管澳门一元赛狗股份公司 但并不是赌王家族的核心资产 在赌王家产分配中 二房蓝穷英一系的子女 因为年龄和履历优势 持有赌王旗下和新企业股份 并单身重要职位 被业内认为 是赌王家产争夺中最大赢家 对于家族财富如何在子女中分配 不成这样集团董事长赵涛曾表示 家族财富传承需要制度和文化相结合 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将家族财富传承下去 儿女有多大能力就匹配多大的财富 而赌王的家产分配似乎也按照这个逻辑进行 相对于原配一脉 仅存的两个女儿甚少接触家族业务 及三房 四房 孩子年龄较小 均为六零后 七零后的蓝穷英子女 因为多年商圈禁饮和企业管理经验 成为赌王旗下和新企业的主要管理层 并持有大量股份 蓝穷英则似乎退居幕后 当初家道中落的蓝穷英 在李婉华患病期间与何鸿真结缘 两人曾是港澳社交界公认的武后和武帝 婚后他们欲有一子四女 何鸿燊对二房的宠爱不浅 2001年为平夕二太太和四太太一场 孙风促雨 她豪气投掷两亿元 重建蓝穷英豪宅 在长子离世之后 她又大力培养何超穷 何游龙 作为二房长女 何超穷曾在美国圣克莱大学 修读商业管理学 在香港法国东方银行各省理财部工作 并成立公司做公关和市场推广业务 1995年 她成为信德集团董事 但没有担任任何实职 直到其在船务上打了一个漂亮翻身仗 何鸿燊才于1999年把信德集团事务提交给她 而随着业务能力得到认可 她也开始涉足博彩业 何超穷早在2011年 就成为美高梅中国执行董事 未持有股份 2012年 其持有该公司10%的股份 次年其持股比例上升至27.44% 至2019年 她仍是该公司执行董事 并任职联席主席 持股比例为22.49% 对应收盘价市值约为80亿港元 二房旗下三大千金 何超穷 何超凤 何超霞三姐妹 在2010年 已经进入主业为房地产 运输服务的信德集团执行董事名单 并在2012年 开始分别持有该公司 18.04% 7.20% 2.36%的股份 2017年 何超穷接替何鸿燊 成为信德集团执行主席 2019年 三姐妹分别持有信德集团 17.70% 16.65% 2.34% 何继持有36.69%股份 对应收盘价的市值约35亿港元 赌王旗下另一家博彩公司 奥博控股主席职位 在何鸿燊退休之后 由何超凤 于2018年单身 2019年 他持有该公司0.05%的股份 还因此被业界誉为新赌后 而主业为干散货航运的 鸿海控股集团 其执行董事 主席为何超霞 二房之子何游龙 是赌王旗下第三家博彩公司 新豪国际发展掌门人 被业内称为小赌王 此外 他还有政协委员 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理事等头衔 并在2017年 获得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颁售旅游功勋奖章 粗略计算 二房蓝雄英一妻子女 持有赌王旗下公司股份 约为241亿港元 相对于二房子女赌党一面 旗下孩子多为90后的三房四房 则亲自上阵 争取自己一方的利益 虽然既无大太原配发期的地位 也没有二太执掌家业的实权 但是三太陈婉珍在财产争夺中 也是手过颇风 据媒体报道 1985年 何鸿燊以陈婉珍的名义 在香港购置了两个中层单位住宅 他主要打理古董生意 及越南赌场业务 同时插手周边生意 并安排金属照看各地盘 包括赌场空中航线 提供奥于赌场所有纸巾和餐巾的东达行等 他与何鸿燊 与有一子两女 虽然旗下子女 由于年龄和阅历等因素 在赌王核心产业中 没有获得核心高管的职位 但他本人持有澳博控股第一大股东 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15.81%的股份 而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又持有澳博控股 54.06%的股份 所以他也间接持有澳博控股 8.55%的股份 如今他的身价加起来 约为62.23亿港元 而作为何鸿燊 最后宠妃的四太太梁安琪一脉 有三子两女 虽然四方一脉子女都为90后 无法再与商场混迹多年的哥哥 姐姐争夺财产 但手段不凡的梁安琪 在财产争夺中 早已经开始为争夺财产做好铺垫 他在2010年 已经成为澳博控股董事 并于2012年 开始持有澳博控股 8.25%的股份 2019年 所持股份的比例上升至8.61% 同时 他还持有澳门旅游娱乐股份 有限公司 6.86%的股份 合计持有澳博控股股份比例 约12.32% 身价约为61.73亿元 在这样的分析下 无疑二房一脉 获利最为丰厚 而三房四房 相差无几 赌王财产分配 基本落定 但未来是否还会发生纷争 尚未可知 何鸿生家大业大 一生的财产 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想象的 作为他的配偶或者子女 无论在财产争夺过程中 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最后所分得的财产 依旧能够保障他们的豪奢生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